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黎子智的职工先走了 他选择的是当东报 红智这一次的团体赛的状态好像不是特别的好 我看有几盘棋输的都有一点没有完全记忆 这次他带领内蒙古队 也是可能是压力有点大 因为是一个领军人物 当然团体赛是这样就说的 时间也比较紧张 在七天要进行九楼的比赛 男子是有两天是要下两盘棋 对 大家应该说也是比较辛苦 然后连续作战 有的时候难免这个状态没有调整过来 对 他不像全国现代联赛 他有一个较为长的调整时间 是 那么黎德智大家应该说也比较熟悉 他是来自广州的业余高手 这个也是在棋谈征战很多年 对 黎德智以业余的身份 在全国比赛当中也是经常出现 最近十来年当中也是打了几次象甲 对 也说水平也是不可小觑 对 在06年的威凯赛上 他也是获得男子个人冠军 同时晋升为夏宁大师 对 马二进三 黑方是选择了反攻马开局 这盘棋双方下的终局有一点反复 是 那么红志可能对这种局面 可能不是很擅长 对 泡霸瓶 红志大家都知道 他的棋风比较泼辣 是 但他最近好像突然喜欢上反攻马了 我觉得他可能想换个口碑 对 但是实战这种证明 他走这个反攻马 应该说还不是特别拿手 对 这次比赛 他两度用这个反攻马都竖起了 当然这个红志原来用这个反攻马 也赢过巡船快骑 对 很早的时候 但是应该说这个反攻马这个特点 跟平方马确实不太一样 是 反攻马应该说是更讲究这个阵型的协调 但是动作就是慢 这样 对 为什么说动作慢 你看啊 反攻马 他走了三部马炮 对 鞠没有出来 如果平方马就是这样子 鞠正好就鞠有平霸亮出来 所以说的从棋的构造上来看 肯定是平方马 这个动作要快 更结实一点 对 因为他鞠出来了 鞠出来呢 他这种反击的能力就强 是 但是呢 你看 我们很多高手呢 也偶尔走到反攻马 对 因为这个反攻马呢 毕竟脱离了这个平方马 这个熟套 更能考验 这个骑手呢 对骑这种盘面的这种嗅觉 这种理解 这样 对 嗯 反攻马的早期呢 在洪文华 胡杨争霸的时代呢 最早是被认为 是左道旁门 冷地不决 就是不是被胡老师 这个给推重创新了 对 洪文华呢 在他的带领下呢 对反攻马呢 进行了这个梳理 对 开发了很多变化 使这个局面呢 变化就丰富起来了 也成为呢 这个对抗弓炮的一个 常见的这种武器 现在就是除了平红马 就是反攻马 走的更多一些 对 第三套就是 基本上就是三种 还有后部列炮 后部列炮 嗯 当然平红马是绝对的第一 嗯 红文拱三兵 黑方拱三族 这个也是对的 因为老师的走法 就向三进五 直接飞个向 然后你一拱 他又在 那再试试 又补一个 这是老浦 但这个棋 亏得太厉害 这个两个马 太收治了 老浦啊 他跳马 有串打 对 有串打 走这个了 这个太慢 这个棋 红方拱马 分尽四就占就了 鞠一平四亮出来 对 正好 正好这个马啊 控制住了这个中西地带 黑方这个鞠 没有好路去 对 所以说 黑方如果要走成巡河就好了 能把三七兵对开 对 关键是走不上 对 所以这局面就会受制 所以拱三兵 黑方必须要拱三足这个队应的 对 他这三足冲起来 郑维彤和洪志本次比赛也下了一下 也走到这个局面 对 郑维彤也是直红 郑维彤走炮八进四 对 他当时选择的是炮八进四 然后他向七进五 然后他用马八进七跳上来 对 好像也是一个很新的走法 这不行 不新有吗 这我下过后期爬的 是吗 张老师我以为这个棋 因为没有想到 一般都知道 先把八进七不行 因为他有炮六进四 炮六进五的穿打 但是他先进的更好 这是五八炮特别常见的 常见的走法 对对对 常见的 就说他也平稳 但是洪志对这个局面 可能提前准备 还不够充分 结果也被郑维彤的取胜了 对 他们大概是这么下的 他跑八进四 然后他向七进五 然后他正马 然后对方的马三 跳出来了 是吧 他跳出来了 他是进炮打了一下 对 然后他直接马上就跳上来了 这个洪志太着急反击 这个棋 他就阵型飘了 结果红帽 对 他就炮八瓶三 这个棋红帽战友 因为这个炮没有用 表面是干扰 实际上没有拘的配合 这个先手没有什么意义 可能他实际上是炮了瓶三 人就不理 人就出拘 人有拘八进五 拘二进五 对 各种拘的先手 这个棋黑方主要拘出不来 拘太慢 两个拘都比较慢 这个棋还是红帽好像 是 我们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些变化 红帽呢 本局是走马八进九 对 还是选择了跳边马 对 黑方走向三进五 选择向三进五 补三向是老边画 倒是可以 好像走的更多的是向七进五 对 这两种向都有 哪个好呢 也不绝对 风格不一样 有什么风格有什么区别呢 阵型这个差距很大的 向七进五呢 就将来拘九平七 拘九平六 拘九平七平六 有多这个点 就基本上是这个思路了 是 向三进五呢 将来九六区肯定是拘九进一 拘九平四 足九进一 它只能这个去向 就这两种区域 当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聚五平八 是 一般来讲 就是在正常的工作 你就拘八平六 拘九平七 它向三进五呢 是避开这拘八平七的风 如果你再走拘八平七 它那个 你底向呢 就秒不住它了 它出去 你也出去 三路线稍微 它在拘九进一 这个棋呢 我们也下了很多 是 对 这个棋都属于正常 那 你在这儿还是用五八炮 对 五八炮这个棋呢 黑方不可以让它打 对棋足 这个是正确的 对 它直接对足 因为飞的是三项 表面上呢 黑方呢 是飞雷高项 杜舒曼了 但是它这个 这个炮八进四的 这个效率呢 它也有所降低 是 所以说它这个 八楼炮的威胁呢 没有这么大了 那红方比喻得 连续这个动作 拘二十九六 拘二十六 对 这个走法啊 原来是在老的 特意压势里边 你知道谁最爱走 这个棋吗 红方吗 就这种走法 不知道 张老师您讲讲 这个棋啊 是余佑华最爱走 余老师 余佑华很喜欢这么走 像吕欣呢 他们就喜欢走 这个边马五楼炮 就是像刚才那样 走个爬八平六 对 如果要是像这个 很多选手呢 还是直接走五楼炮的最多 就是三级兵都不拱 直接走五楼炮 较量功力 对 直接爬八平六 余佑华呢 曾经呢 走过这个棋 嗯 九二十六 黑方 曲九斤二 这也是整个 对 它是掌区先看 对 它的意思呢 如果你曲二平三压马 那以后 可以跑退一 可以跑退一 你吃相 我正好像基金 我飞你 然后我下步棋 抛二平七 或直接抛二平七打也行 对 这有丢子的风险 所以它招二平三压不上了 然后余佑华呢 一般是走马三尖二 哦 它马三尖二是 防止黑方 这个马七尖二天 然后它下步压 然后马往里炫 哦 这样 就说红方呢 是 等于你看它二八线都 子力都布上了 对 这个棋呢 还是比较复杂的 这又是另一种 这个尖锐的一个局面 对 这个棋 比较有看头 对 我以为呢 这个林大志呢 会这么选 对 以为它会这么 走马三尖二 对 结果林场当中呢 洪方没有这么选 对 没选择马三尖二 对 它走了个G九进一 是吧 对 它对 就长一个G 这部棋呢 真是 应该说 不怎么太紧凑 哦 这样 它长居 我觉得思路也挺明确 以后 是不是有G九平七啊 G九平六 思路是明确 是 但是明确的思路 不见得 有针对性 是 就是说 红方的意图 比较明显了 它想长居以后 再开动出来 对 黑方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 就应该是 直接十字镜 直接十字镜 补一手 把这个阵型呢 巩固出来就好了 因为你G二平三呢 它还将来有 炮六推移的 对 随时炮推移这么大 那它G九平六呢 G九平六 它就 像G这种退回来吧 先把自己的阵型走 如果你马三尖 去 我将来可以G九平 把对局什么的 对 这个系列关系不大 是 它实战呢 就走足于几 它也 它就选择了 直接就 拱变兵 足于几一的 想法呢 就是想将来 走到G进三 对 这个是受 那个平鸿马 进三兵 那个系列 受那个思维的 影响 因为那个局面下 经常足于几一 然后G进三 对 或者是 大出车嘛 再足于几一 就把车开动出来 但是呢 现在主要是 红方的中路呢 还是略显 有一些担保 是 那刚才补一手事 也对中路有请保护 要是给我下的话 我可能还是先补一招事 因为觉得补一招事呢 中路还是 要更稳妥一点 那红方 G九平六 不理他 不 红方当时 他是 他马三尖四了 对 他选择了马三尖四 这个黎德志这个招法呢 也是很奇特的 这种棋呢 嗯 就是怎么说呢 跟我们那种常见的 那种大套路 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这个棋啊 就是基本上 前人走得很少了 这个 张老师 这个地方 我感觉就是说 红方可走的太多了 也可以G九平六 也可以马三尖四 就是这个地方是 续节上该怎么处理呢 你觉得这个开局 红方的关键点 是在哪里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刚才说了 就是宇宙华头马三尖 那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紧凑的 就是说他是控制 黑刚马七尖六这个道路 对 但是这个黎德志呢 他这个棋艺风格呢 他确实呢 就是说他不按常规套路走棋 对 因为他们是 就是这个学棋的经历嘛 不一样 因为他没有在专业队里边待过 是 他呢 可能就是觉得 我走得也不错 你看我G 长起来 两个G都出动了 是 然后炮也压过去了 然后马也往上跳 定理这个中族 对 就是说从这个 综合上来看呢 红方走得也不差 是 但实际上呢 这个棋呢 黑方呢 主要是这个足以进行走的偏缓 是 然后另外呢 这个后边的棋呢 他没有协调好 好 就是说红方这个马三尖四呢 是对黑方有定的压力 但是黑方呢 也不是很怕 是 他就炮了平五 对 他时段是算得了 对 因为这个地方 红方 你很明显要马斯进五 对 黑方呢 要以牙还牙 就说的 利用你这个中路 这个单薄的时机呢 来赶快呢 反驾中跑 这个呢 也是对的 这个等于双方脱离棋谱了 就是这个棋呢 对 看起来双方就都比较松散 这次到底何去何从呢 就说的不好判断了 就是终局 现在是布局结束 开始到终局 这种复杂的局面 对 就说红方的子力呢 他的进攻呢 他也有点松散 是 但黑方呢 最主要是呢 整体的动作呢 有一点慢 是 黑方这个 黑方就说两个鞠呢 都没有活跃 然后这个高向 还在这飘着 那么到底这个棋 是什么走向呢 也很难讲 然后红方先 居九平六走了一转 对 他走了居九平六 黑方居一进三捉他 捉他呢 红方就炮八 退二了 对 他选择八退二了 这个棋呢 就说离得志啊 不够居九 这个地方还应该走 炮八退三 保住中兵 保住中兵以后呢 这个棋 红方呢 还是略占一些先手 红方可能是不是空间上 占一些优势 黑方两个局都在边路 就是这个棋啊 就是红方这个阵型 也挺怪的 对 不像我们所常见的 那种立体公式 是 常见的这种正常的 这个可能黎哲智呢 可能比较喜欢打这种 散手的阵极战 又对敌有点牵制 似是而非 是 又没有特别的明显的棋 对 但可能红志呢 可能对这种棋呢 就是有一点放松了 他可能觉得问题不大 就这个棋感觉 双方是 交流的一个局面 对 就是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棋呢 到了这个 最关键的地方 到底黑方应该怎么去 防御当中 司机反击 是 这个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但是这个时候呢 红志没有走好 结果这个棋啊 就明显的 跌入下风了 那到底黑方应该怎么走呢 我们稍后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将接着给大家讲解 黎德智对这红志的 这盘中军战斗 黑方这个时候呢 我们事后觉得 这个棋还应该走炮五屏 大海江 江云 对 当然这个变化比较复杂 是 红方如果不是 对 常见的十四镜 我们补玉手 黑方可以考虑马七七六 他如果红方继续炮五屏三 来吊住对方的话 黑方这个棋可以走 鞠九退一 把这个鞠杆绕出来 就退一步 对 因为下部鞠九平六呢 还是挺有这个力度的 是 那炮战中是不是将一军 我们给大家 拆解一下这儿的变化吧 是 黑方只能支持 是六镜五 是六镜五 红方鞠六镜 看着这个炮啊 捉死了 看着这个很危险 但实际上这个棋呢 黑方倒不太要紧 对 他可以鞠九平六 对住 捉一下 那他 可能要马自退二 马自退二回来 对 因为你捉他不是 毕竟你先丢一个像吗 对 他可以马七退九 退马蹬你 如果你鞠二平三 对方可以向七进九 这个起 可以跟边像 如果你吃了我 我来打你鞠 那只能鞠三 对 对 这个鞠打不死啊 对 我的意思不是 打死鞠 对 对方正好有一个 足乳禁义的棋 中炮正好丢了 对 这个棋呢 红方炮离不开 一离开 他炮了不用把你鞠套死 这个棋就说 黑方呢 也不少足 物质力量上呢 也不亏 对 所以说这个棋 基本上呢 还是一个军事 红方呢 也难以 讨得太多的便宜 对 这个棋就是说 黑方呢 是可以呢 接受的 那如果他鞠二平一 吃鞭足呢 他还有吃鞭足的变化 对 他就不走鞠二平三 嗯 鞠二平一吃鞭足 对 鞠二平一吃鞭足 这个棋应该说 也没事啊 可能也有 炮 鞠一打的棋 这个棋呢 在打之前 黑方还可以 炮晕四 走一个过门 哦 这个挺细微的 你鞠竖着跑的话 那我中炮就没有危险了 对 那你只好兵 记记你 然后让这个兵啊 都走到了 黑方再走退跑 那鞠一退二 啊 或者鞠一 鞠一退二 或者退一吧 对 或者退一 反正这个棋 黑方都有 再走 都还是有 所以说这个棋呢 双方这个子力啊 全然交错啊 红方呢 不弱 啊 而这黑方呢 就是不弱的 对 黑方丢不了紫 对 他老有这个 中中族的 这个 很好的反击 对 这都 可以解围 所以说这种棋呢 可能当时 红是比较担心 这个中炮的 这个危险 对 所以他没有选择 这个打动兵 而错失了 这个战机 实际的棋局呢 就慢慢的 走亏了 嗯 就走到这个地方 应该说是双方 最关键的这个地方 是 他实际走马 七进六 对 他就是直接把马 跳上来 嗯 当然红方这个桌 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他有僵啊 他还有对拘啊 有平六对拘 这个棋桌 是没有用的 但是这个棋 红方呢 应该说 走的还是比较 正确的 走一个炮平三 强行来攻向 这个地方 他也是非常大胆 也就不怕自己的 对方有空投炮的威胁 对 嗯 这个地方啊 这个红智呢 可能觉得 哎呀 这个棋 我还在走 G9T2 这个太委屈了吧 是 可能也就G9T2还 战线还算漫长 对 但是这个像呢 还真是不能丢 对 丢了以后呢 这个棋啊 就很难 那个挽回这种 啊 推势了 嗯 黑方应该是走G9T2 保住这个 唐南你看 这个棋红方 有什么手段吗 如果G2平4呢 G2平4他 炮二坚二 对 炮二坚二在防守 就是红方也没有 特别这个 厉害的招法 对 暂时没有 而且红方也要 注意自己的中路 炮二坚二也行 或者这个马 是不是还可以G1平4 嗯 过来对一下G 也可以 我对一下G 你对了我的马六坚四 对 这个也是比较安全 这个也开场确实是不错的 因为你躲开 嗯 我可以马六坚四 或者炮二坚 对 这个棋呢 红方也没有明确的这种 特别占优的走法 是 他再炮八推一 他可能会 炮八推一先防守一步 嗯 看看红方的态度 整体上来看呢 还是红方呢 主动一些 对 我想这个 红特大可能觉得这个 他再继续有的话 回来太委屈了 嗯 红志呢 应该说 他那个战术意识 还是比较敏锐的 对 但是他可能不愿意下这种 委屈求全的棋 是 呃 特别是呢 觉得碰上这个 业余豪手黎德志 对 觉得自己下的太委屈呢 可能心里呢 不是特别容易接受 结果他呢 就是 强行对攻 嗯 导致呢 这盘棋呢 这个 方向呢 急转啊 红方就 一举呢 这个 杀入了 黑方的这个城市啊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实战当中 黑方走炮五金四 嗯 强行 直接 拓打中兵 对 直接受空头炮 对 就说其实我们这个象棋啊 呃 这种棋手跟棋手之间的差距啊 也并没有特别 是 比如说拿 这个对局者的双方来看 嗯 那红智呢 大家很熟悉 嗯 是九金沙场的啊 这个全国军啊 也 读得很多好名次 对 包括 呃 前年 还取得 还拿过碧骨圆杯 碧骨圆杯 王骨王 成王了 对 那应该说是顶级的选手啊 是 应该是在前几位的 嗯 那么黎德志呢 小有名气 大概全国要排的实力来看四五十位 对 所以说四五十位五六十位啊 这种水平 嗯 跟这个第一位 就是前三五位肯定要差 是差 但是一盘棋 它也没那么大差距 是 尤其是这个先手棋的时候 它自己能布局上 对 有些自己能把握得住 就说每盘棋呢 就是棋局嘛 对 它都有这个局限性 就一盘棋呢 不能完全展示你的所有的这种水平 对 所以说 所谓高手呢 他就是走得精确 你看王天一现在最稳定 包括洪志这方面呢 他也服气 他也说 王天一这棋 确实比我们高 走得准 他就说情绪上呢 不受影响 该忍就忍 对 然后呢 人家该凶的时候就凶 对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支声呢 就是对棋的这种认识 比较到位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棋 他走炮五金寺 他就这个阵型呢 本身就凌乱了 对 被洪方呢 就大打出手了 结果让洪方呢 这一僵 这只能吃漏机 我们补一手 抢先呢 这个阻杀了 他可能也想 有没有什么乱中取胜的机会 对 黑方 他可能觉得是有下地区 下地区人家居酒兵八对军 对 就怕对军 也没起 他可能在这个地方呢 还是抱有这个侥幸心 你觉得他敌特质 不会有什么样的杀手 结果人家走到这呢 走得也很好 对 就说你给相机大师 以上的这些水平呢 占了优了 给了人家机会呢 大家把握的都挺好 因为这个棋呀 你看洪方 就走得很清晰 推炮打局 对 他这个过门很重要 对 先打一局 这局还挺不好动 你退局呢 他这么泡花屏股是先手 什么拘路坚二 都有这个手段 对 然后他也可以再将 再将 对 你拘一推一的话 他可能将还可以 打俩事 对 如果你逃 就是洪方最简单的 是将 或是 再将 打一个事 再打一个事 对 等于 你退马登 他正好再退这个局 对 还可以退回来 这样你这个棋 你白扫两个是一个像 你这个老将旁边的 卫士都没有了 黑方这个两个局都在边路 对 而且这个中炮也立不住 所以这个棋 白扫这个事项肯定不行 把事再拿回来 这样 所以 情急之下 黑方也无奈 冲冲卒 对 那洪方这个退炮就走得很好了 这个顿挫儿啊 就走得很精妙 加快了进攻的脚步 他又一将 对 然后三楼炮再将 三楼炮将 他只能支持 因为你上将的话 居一将三楼了 基本上也很难防守了 对 他这时候也是 就是走得很简明 他没有选择吃两个是 对 他炮腾推二了 来抽炮得子 对 他直接就是来吃个子 这个棋就说的确实是 黑方的这个局面就感觉崩溃了 对 然后他又落势 只能落势 然后他吃掉 关键是什么 关键还是打着这个边局呢 嗯 黑方的这个棋 没有时间来进行 这个反击了 对 他要是现在马三进五跳了 他正好有个炮八推 你给大家摆一下 这个棋 大家摆得清楚一点 对 这让他炮八推 还有打中兵 那他只能足五进一 足五进一的话 他就炮八平四 就能打掉你 简单换掉 你如果用足吃 他先镇进一将 对 等于现在少个子 你用马吃 人家就把你打掉 然后再炮四平五 黑 红方也还一个空洞炮 对 这儿呢 等于红方多个大子 对 黑方也组织不了什么向上的棋 将来 黑方可以退居啊 什么 G2退一 G2平六 G6近七 对 这个棋呢 应该是红方多子 绝对优势 对 黑方这个 两个G太慢了 对 否则这个空洞炮 还有一定的攻势 但是现在这两个G 位置太差 对 所以没办法 这里的 他就没有选择 这个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走不上 这个棋就 更麻烦了 他主要 破滑推二 一下子把黑方的 攻势呢 全部控制住 是 他就是不想动马 否则你就破滑推二 对 实际上选择 就是走了一个向其退伍 回向 嗯 他想到这时候 你就没有推炮打 打足的棋 但红方多了一个马 四斤六 对 红方有正好有着巧招 就是马四斤六 有个灯霜 对 你G一平四 G一平四 他正好马六推五 把炮灯回来 又白丢一个炮 对 你这个蚂蚁正好不能吃 吃的炮还可以打G 你这个地方还没有杀手 所以黑方这时候 也很无奈 他就直接就选择了G一平三 用G来看 然后黑方 红方这时候 走的也挺简单 其实他可以走G二推四 捉蚂蚁也挺好 对 再把中兵吃了 你马六推七 有G二平五 对 这都把黑方的 这个唯一的一个公式 他走G六平四 对 他G六平四也是不错的选择 也可以 这个地方就是红方 选择比较多了 对 就是感觉主要 就是看出黑方 就是红特大 他前面这个 太冒险了 对 心态上就是可能 这个像是不能随便送 对 不愿意 他主要太不愿意 G九特大回来 他主要没注意 注意力一将 这招去走得好 对 这招去一下把黑方呢 这个击碎了 主要红方这个 吃了个像以后 招法都很紧凑 他实在是退马 想走个先手 但是他正好有个G二退一 他直接退屈 他等着你的炮呢 那你只能逃炮了 对 他 他你炮逃炮的话 他也可以 泡八平五打你像 跟你换炮 同时又吃鱼居 这样子只要把黑方的中 这个空头炮给化解掉 这黑方就没有 就少紫 少紫还面临着受工 对 那好 我们接着给大家讲 嗯 他走一个G三平二 做霜 这要是他 这要是再走了一个 炮八平一 嗯 这就等于红方呢 就是左右都有公式 对 他马上就吃掉 然后他炮一进四 把G吃掉 等于黑方呢 根本动不了手 对 他落了个像 想再防守一步的时候 他也就直接走给炮一间啊 嗯 这棋黑方就不下了 对 就没有下 因为黑方呢 你退中炮 你僵上了 他还能飞下 对 就是抽不着鱼 因为你G二推 他下不棋 就G二平三 是 G二平三 你不是的话 他G三进一吃相 嗯 就是连续的杀棋 嗯 对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就下不动了 一走这只能回中瓦 人家再把这吃了 对 多了一个G了啊 是 或者吃相也可以 对 所以这个棋走到这儿呢 就是黑方一看啊 这个局面啊 实在没法坚持了 对 索性仍负 嗯 所以说呢 这是一盘呢 这个 就是说黑方呢 由于呢 这个后防的 这个输输了 对 导致红方这个进炮一将 炮三退三 那么后来就是说红方这个啊 杀局的配合呢 还是不错 是 尤其是打完枪以后 有一个炮三退三 打局的一个先手 对 所以说这个团体赛啊 这个刀翁剑影啊 这个水平呢 大家也都比较接近啊 是 任何的这个放松呢 都有可能被对方的这个挫败啊 对 所以说呢 呃 即便是 这些好手呢 也需要谨慎 是 呃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对局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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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